陕西一男子偷挖祖坟变卖陪葬 被抓后还强硬叫嚣 自己挖的是老祖宗的坟 不犯法 没想到专家却表示 挖祖坟也是死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家的祖坟也不能挖吗 我挖自己家祖坟还犯法吗 面对警方的审讯 该男子面不改色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直接把办案民警逗乐了 没想到已经21世纪了 还有人的法律意识如此淡薄 警方也是表示 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吕富平也不简单 虽然现如今是个游手好闲之人 但他的祖上可是出过不少大关的 甚至在宋朝时期 西安隔壁的蓝田县就是吕家的封地 可谓是天子脚下的一处福地 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荣光 对于吕富平来说 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想到自己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 吕富平心里就一阵不愤 他认为自己现在过得不好 完全就是老祖宗导致的 如果老祖宗给家里留些宝贝 那么想必自己现在早就走上人生巅峰了 想到这里吕富平顿时有了一个鬼点子 他琢磨 竟然自己祖上有过辉煌 那么自己老祖宗的墓中 会不会也有什么好的宝贝呢 原来吕富平早年就因为盗墓未遂 被警方抓过 被放出来以后也是不知悔改 但对于坐牢 吕富平还是比较害怕的 于是他就想到 既然挖别人家的坟墓犯法 那么自己直接挖自己家老祖宗的 不就行了吗 想到这里 吕富平不由地暗暗偷笑 自己真是太聪明了 于是说干就干 吕富平先是找到了曾经的几位同行 田某和秋某 他们一拍即合 开始了盗墓作业 先是购买了一批挖掘工具 随后又多次进行踩点 还钻到墓室中打探了一番 看着这满地的宋代瓷器 三人都做起了富豪梦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场盗墓行动 早就暴露在了警方的视野中 陕西一男子偷挖祖坟变卖陪葬 被抓后还强硬叫嚣 自己挖的是老祖宗的坟 不犯法 没想到专家却表示 挖祖坟也是死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家的祖坟也不能挖吗 在知道吕富平祖坟中 有大量的瓷器后 几人都不淡定了 因为现在宋代的瓷器 在市面上的价格都很高 几人保守估价 如果将祖坟中的瓷器都搬空 那么几个人下半辈子 根本就不用再为钱发愁 于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晚上 几人相继进入墓穴 开始了文物的偷盗工作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最近几天频繁的露面 已经让当地村民有了疑心 眼见对方进入荒郊野里 还拿着挖掘设备 察觉不对劲的村民立马就报了警 于是就在几人刚回酒店 还在做着发财梦的时候 警方直接突击了酒店 几人当场落网 但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面对审讯 吕富平还有恃无可 他表示 自己家老祖宗的东西 那能叫偷吗 自己是后代 这些宝贝里应传给自己 说完 吕富平还自信表示 自己的古董 如果心情好的话 还能捐献给国家几件 听到这话警察也是被气笑了 这个吕富平 简直是犯罪还不自知 他这种行为 早就严重违反了我国的法律 而且对于这种知道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可是非常看重的 一旦涉及盗掘金额过大 可是要判死刑的 而吕富平 明显就达到了这点 看着警方出事的判决 吕富平慌了 他不停地为自己狡辩 妄图通过自己是吕家后人的身份 来免除自己的罪行 但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况且 在之前的裁点活动中 吕富平已经将一批瓷器进行了变卖 这简直是罪加益的 最终 吕富平团伙全部落网 吕富平本人 也因为恕罪并罚 直接被判死刑